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这是个问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理智与情感如何调和 心海波澜 智慧剁手 二 进取与满足如何平衡 心之所向步履不停 三 遗忘与记忆如何选择 往昔尘封 记忆永存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理智与情感 如何调和 心海波澜 智慧剁手 各位亲爱的学子 智慧的寻求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个自古以来就困扰着哲学家 诗人 恋人乃至于每一个普通人的话题 理智与情感如何调和 这个问题就像是一道永远也解不开的谜题 但别担心 我们今天至少可以试着去猜猜谜底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理智和情感如果是两位老朋友 他们在心灵的酒吧里碰面了 理智点了一杯冰水 清凉透心 情感则是一杯热情似火的红酒 理智说 我们需要计划和逻辑 情感则回答 但我们也需要热爱和直觉 于是 他们开始了一场 关于谁才是心海中的智慧剁手的辩论 理智是那位总是暗部就班 从不越雷池 一步地剁手 他告诉我们 看啊 跟随我 我们将避开所有的暗角 不会让船只出交沉没 而情感则是那位总是随波逐流 让心灵的船只随着激情的浪潮起伏的舵手 他说 放手一搏吧 让我们乘风破浪 去寻找那未知的奇遇 但是 各位 真正的智慧在于调和这两位舵手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让理智握着舵 而情感则在旁边吹着风 那么 我们的航行将会既安全又充满激情 这就像是在吃披萨时 既要有酥脆的饼底 也要有浓郁的知识 两者缺一不可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遇到 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刻 如果只是冷冰冰的分析利弊 我们可能会错过那些 只有心灵才能感知的美好 如果只是一味地追随感觉 我们又可能会在情绪的洪流中迷失方向 因此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平衡 一种既能听取理智的建议 又能感受情感的指引的能力 这种平衡并不容易达成 它需要自我认知 自我控制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艺术感 就像是在紧绷的弦上跳舞 既要有节奏感 也要有灵活性 最后 让我们以一个小故事作结 有一次 李志和情感一起去爬山 李志带着地图和指南针 情感则带着音乐和美酒 在攀登的过程中 李志指出了最安全的路径 而情感则在每一个休息点 创造了难忘的回忆 当他们到达山顶时 李志建造了一个避风的庇护所 情感则点燃了一个篝火 在那一刻 他们明白了 无论是攀登山峰 还是航行星海 李志与情感的和谐共处 才是最美的风景 所以 亲爱的学子们 当你们的星海波澜壮阔时 不妨让智慧剁手 来引导你们的航程 让李志与情感和谐共舞 共创人生的美妙旋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进取与满足 如何平衡 心之所向 步履不停 好吧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进取与满足之间的平衡 这可是自从人类发明了 想要更多这个概念以来 就困扰着无数哲学家 心理学家 甚至是周一早上 不想起床的你我他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 进取和满足 进取就像是你对那块巧克力蛋糕的渴望 永远想要多一点 而满足则像是你吃完蛋糕后那种哦 我的天 我再也吃不下来的感觉 进取是动力 满足是安宁 但是 如果你只有进取没有满足 那你可能会变成一个永远追逐风的唐吉和德 只有满足没有进取 那你可能会成为沙发上的马铃薯 享受着此生已足够的安逸 那么 如何平衡这两者呢 这就像是跳舞 你得随着音乐的节奏 前进和后退 当你感到内心的渴望时 就向前迈进 当你觉得自己需要喘息时 就稍作停留 欣赏一下周围的风景 有趣的是 历史上有不少人物都在这两者之间 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比如说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他提出了中庸之道 主张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衡 而在东方 老子则说 知足者负 强调满足的重要性 但是 我们也不能忘记 那些永远不满足的人 比如说 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 马其顿国王 他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 但据说 他在看到更多未知的领土 是哭了 因为没有更多的世界 可以征服 这就是进取心 过强的一个极端例子 所以 亲爱的听众 心之所向 步履不停 但别忘了偶尔停下来 享受一下 你已经拥有的一切 进取与满足之间的平衡 就像是做一道精致的菜肴 需要恰到好处的调味 太多盐 你可能会渴得喝下 整个太平洋 太少盐 你可能会怀疑 自己是否 在吃白开水煮的菜 最后 记住 人生不是一场马拉松 也不是一场素食餐 它更像是一场 精心策划的盛宴 需要你既要有 品尝每一道菜的耐心 也要有期待 下一道佳肴的兴奋 平衡进取与满足 就是在这场盛宴中 找到你自己的节奏 享受每一个瞬间 同时期待着 未来的可能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遗忘与记忆 如何选择 往昔尘封 记忆永存 遗忘与记忆 这是一对自古以来 就纠缠不清的老朋友 想想看 如果你的大脑 是一个无比精密的图书馆 记忆就是那些 被精心归当的书籍 而遗忘则是 那个不时来访的导弹鬼 偶尔把书本藏起来 让你找不到 但是 遗忘并不全然是坏事 想象一下 如果你记得 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次尴尬的失误 每一句不经意的冷言冷语 那生活将会是 怎样的一番景象 有时候 遗忘是大脑的一种 自我保护机制 它让我们能够 放下过去 继续前行 另一方面 记忆是我们身份的基石 它们塑造了我们是谁 影响了我们的决策和情感 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可以在灰暗的日子里 提供慰藉 而过去的教训 则是未来成功的基石 那么 我们如何选择 遗忘与记忆呢 哦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 而更像是一场 无休止的拉锯战 有时候 我们试图抓住 那些溜走的记忆 就像试图抓住 水中的鱼一样 而有时 我们又会努力 忘却那些不愉快的经历 就像是试图在沙滩上 抹去自己的脚印 让我们来讲一个 有趣的故事 古罗马的诗人奥维德 在他的作品 《变形记》中 讲述了一位名叫 勒修斯 Lithy的河神 勒修斯河的 谁有遗忘的魔力 灵魂在投胎转世前 会在这条河中饮水 从而忘记前世的记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以往有时 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在现代社会 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技术 来帮助我们记录和保存记忆 从照片到社交媒体 再到云端储存 但是 这些数位记忆的海洋 有时也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 毕竟 当每一顿饭 每一次旅行 每一个微小的日常 都被记录下来时 我们又该如何选择 去珍惜那些 真正重要的时刻呢 最后 我们或许应该学会 与遗忘和记忆和平共处 让遗忘带走那些 不再需要的烦恼和痛苦 同时珍惜并保护那些 让我们微笑 让我们成长的珍贵记忆 毕竟 人生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舞会 记忆是那些美妙的舞步 而遗忘则是让我们有机会 重新开始的音乐间歇 亲爱的朋友们 理智与情感 进取与满足 遗忘与记忆 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经验 但是 我们可以从这些讨论中获得启发 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 在我们的旅程中 理智和情感是两位重要的舵手 他们可以共同引导我们达到目标 并通过经历丰富多彩的人生 进取和满足 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 它们让我们不断前进 同时也让我们能够珍惜当下 遗忘和记忆 是我们对过去的处理方式 它们让我们能够放下痛苦 同时也让我们能够保留那些珍贵的回忆 我鼓励大家保持开放的心态 尝试在理智和情感之间找到平衡 在进取和满足之间保持节奏 找到自己的步伐 在遗忘和记忆之间寻找和平 让过去的经历成为我们成长的营养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分享我们的观点和经验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充满智慧和幽默的 六度世界中继续前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